世界上最昂贵的六枚手表 这不是简单的计时工具 而是机械奇迹 今天索掌带大家去一宝眼福 这是来自洛杉矶的年轻品牌 这款手表一经推出 完全颠覆了消费者的三观 在表壳中有两条两微米厚的传送带 秒数在传送带上面快速的流动 仿佛一个缩小的工厂 精准的工艺 让你觉得观看时间流逝的过程 是种难得的享受 传送带运转全靠着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提供能量 当电池耗尽时 将表放在无线底座上充电即可 充一次电可以保证手表运行两周 而且为了保护传送带的精准运行 设计师还专门使用了聚碳酸质水晶镜面 即使是50口径的子弹也无法造成损坏 戴上它你绝对是人群中最酷拽的科技潮人 它的价格在10万人民币左右 一款接近40万人民币的手表 你敢戴吗 HYT的钟表师研发出了搭载机械发电结构的液态石标晚表 有颜色的液体围绕着表盘的外围 以指示时间在表盘的六点钟位置 设计师藏了两颗LED灯 当你按下开关光源被启动后 蓝光便会照亮整个表盘 到了晚上显示小时的绿色液体在光源下更加的明显 最厉害的是这根本不需要电池 因为在表里面藏着一个小小的发电机 把机械能转化成为光能的装置 通过旋转开关就可以充电 戴上它你是黑暗中唯一的光 想不注意到你都难 这块表全球限量100枚 当明星李成带着这款售价240万的表出现时 网友们纷纷感叹 土豪的表不仅买不起 连看你都看不懂 这块表的组件高达637个 上一次发条能够走50天 在当时可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 这款奢华的晚表设计 是向法拉利特别限量的系列跑车致敬 表身的材质选用了黑色的PVD镀层钛金属 配备蓝宝式水晶镜片和透明的表底盖 外形拉风的如同跑车的发动机舱 最重要的是这款表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关注我 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全球限量99枚的晚表 世界上最疯狂的手表把太阳系戴在了手上 谁说去太空旅行只能做梦 捷克报的晚表就把太阳系戴在了我们的手腕上 但是得花掉你780万人民币 在全透明的拱顶下 有一颗288个切割面的 伊克拉钻石代表着月球 还有一颗手绘的地球仪 而表盘的背景上有无数闪烁的星星 表颗是蓝宝式水晶镜面 镂空的表盘让人有种深邃感 一眼看去仿佛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 这个精美的微型宇宙美得让人无法言语 难怪是许多欧洲贵族的最爱 戴的不是表 而是身份 这绝对是历史上最佳的女士晚表 深陷于爱恋的人 会惆怅地摘着花瓣来揣测 星上人对她们的感觉 她爱我 她不爱我 这正是这块晚表的灵感来源 只要你按下两点钟位置的按钮 晚表就会发出清亮的英皇共鸣 每按一次 一片花瓣就会在流畅的节奏下 神奇地从表盘上消失 最后展现出用法语书写的一句话 她热烈地爱着我 这么一款浪漫有诗意的晚表 男生用她求婚 保证一出手就能成功 但是要花掉120万人民币的代价 对女人来说包之百病 可是你知道男人 为什么都喜欢戴昂贵的机械表吗 极具设计感 价格只有千元的机械表 真的值得买吗 对于表迷们来说 再贵的时银表 电子表也不会入眼的 唯一的目标就是机械表 买不起 分歧也要上 不是因为它有多值 而是机械表在他们的心中 是初恋一样的地位 是行走在万间的时间艺术品 而且机械的晚表寿命 有可能比你还长 只要你花点时间仔细了解 一定会被这种完美的机械 所震撼 机械表没有电池 也没有微芯片或者是电路 全靠上百个零件推动 它的原动力储存在主发条中 然后再由行动系统稳定释放 传动系传递 当手表没有了动力 可以将表冠顺时针旋转上发条 你会听见机械表尺之间 细微碰撞声 摩擦声 这甚至会让你起机被疙瘩 不想批量生产的电子表 有的机械表 光是机芯 都要花上千个小时手工制作 只要保养得到 甚至能将它传给下一代 而工艺要求更高一级的 镂空机械表 最能够体现机械之美 让你有种打开上帝视角的感觉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下期视频更精彩